前陣子星期二的檔案 有一個叫中女告白的節目 請了幾位 所謂中女 其實我很怕標籤 所謂可能30歲 事業有成 當然不出 總之30歲事業有沒有成 30歲以上 到49歲左右 都是叫中女 如果事業有成更慘 本來叫中女 還要叫敗犬 其實敗犬應該不是一個失敗犬的意思 是一個日文 我猜 但無論如何 有很多人問我 你有什麼要說嗎 我說 說來說去都是生腹皮 有沒有打算寫一篇文 我說沒有 其實我也寫過很多次 類似的東西 你說叫我回應 也可以回應一下 看YouTube 夠快 其實 裡面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 如果我是男人 我一定不會選什麼女人 就完全不是一個儀容的問題 是一個 我一定不會選 這個是No.1 事業心非常強的女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事業心強 公司先行先 公司先行先是大陣仗 老闆先行先 公司先行先 客人先行先 男朋友就是放在 你家人和朋友 男朋友就放在很厚 公司就是公司 你不可以作罩 如果私人士都是放在公司後 對我來說如果我是男人 我就會覺得好轉 off 這個是我是男人的話 一定不會選的女性條件 如果我是一個厲害的男人 我更加不需要選一個 攝心這麼強的女人 我當然選一個小鳥Ian 為什麼我沒有回應 因為我覺得 那些女人 他們已經選了 他們已經選了 你不要三十多歲 再說 為什麼遇到不好的男人 或者 怎樣 我覺得 其實在很多事情之間 你已經選了 例如選了你的事業 離婚的個案 我沒得說 或者都是因為事業心很重 我覺得 現在香港的女生 需要那種安全感 非常強烈 他們覺得男人靠不住 我經常說 逆書的圖讀是什麼意思 逆書的圖讀就是女人的經濟獨立 不能靠男人 因為男人不太靠得住 我覺得現在我們現代的女性 大部分都是這樣想 那 導致有問題就是 很多女人都是想著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希望自己有錢 那自己有錢 所以就事業心重 所以就什麼都工作閒 所以你在最黃金的時間 你沒有找到你的男人 到你有錢以後 你又要找到第二種安全感 就是男人給你的安全感 那 即是與紅獎 有些人都真的又有錢 又找到錢 是不是又找到男人 又結婚 但是 不是多 那 變成如果你真的要 在你的黃金時間 那你就 You make your choices 其實 對我來說 我寫過很多篇文 我也覺得女人最大成就 是結婚生孩子的 我是很像好事業型 但其實我不是的 人家問我全職做什麼 我全職是拍拖的 我全職不是做節目的 我全職不是做咪咪Mart 全職不是 完全不是 我全職是拍拖 即是我是把這件事 放在好頭的 那當然 事情是要做的 但問題是 當你要 Prioritize 的時候 你選擇了哪一件事 對我來說 是我的男朋友很重要 即是我的relationship 我想結婚 那我是不是 在走這條路去結婚 那 對 第二件事就是 真的有幾個點要說 第二件事就是 有個女生說 因為你太堅強 所以那男生不要你 其實 不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 bullshit 我覺得不關事業心 即是不關你 你是不是堅強 你是不是厲害 女士 it's all bullshit 即是不要聽男人說的 所謂的解釋 還有呢 節目裡面有幾個女士 又是比較 男生頭 我覺得 你給別人感覺 都不知道你是 in the market 是不是在找人 即是剪短頭髮 又不太化妝 這樣 那男生看到你 就會覺得 你都應該不在這個市場裡面 那我覺得 即是男生頭 你如果三幾歲 男生頭 就真的很難找 那 即是女性 都要給一個signal 告訴別人 你是available 是不是 即是in the market 那 其實是要撿一撿 即是可以留長一點頭髮 墊一點弯髮 有些女人味 化一點點妝 都告訴別人 You know 我還有魅力 還有我還是available 我是 我是 我還在找 這樣 就 如果你的 儀容真的太 即是有點惹 或者真的不太 執政 那麼 那男生就收不到 signal 你就不會找到 那 第三 就是說 嗯 自己戴戀 那裏 有些被訪者 就說 其實我不介意的 總之我找到一個男人 他令到我開心 那就OK的了 那 但是 另外一些受訪者 在港道子弟戀 又說 是啊 他令我很開心 不過他之後又打遊戲 又不成熟 又處理不到家 那我覺得 唉 你又想要這樣 又想要這樣 即是 是沒有的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那 如果你是 make up your mind 那男生要你開心 就可以的 你可以financially subsidize他 或者你可以在生活上 照顧他的 而他是令到你開心的 即是大家要的東西 就不要再說 哎呀他又打遊戲 他又不成熟 他又這樣這樣這樣 即是不要再這麼多 complains 即是你make up your mind 你是想要這個東西 你就要接受 那 還有 不過有時候 我又覺得 香港的男生 又真的不太值得幫 因為 條件好的男生 其實 即是 學一些女生說的 他一是結婚 要是 可能結婚都拖著幾個女朋友 或者未結婚都拖著很多個女朋友 這個現象是非常普遍 那就是說 有沒有高質素的男生 是有 但是they are not available 或者他們真的覺得 不會為一棵樹放棄一個森林 所以不斷玩玩玩玩玩 即是 即是 根本就沒有想著 settle down 或者不想著 settle to 一個女性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那些 根本香港女生 即是有少少條件的 都看不上眼 那變了 即是 一大群人在那裡 爭一個很小 幾棵樹 那就 是 這個情況 就真的 令到多個女生 很難受 但我就覺得 我覺得介入別人的婚姻 真的 真的 不好 即是 我其實是一個朋友 他一直都在做別人的第三者 而且可能 沒有結婚 但是也生了兒子 我覺得 唉 女人又不要做到這樣 無名無份 是吧 那 真的 做別人的三者 我覺得 我有沒有做過呢 可能真的有 但是我會給自己一個時間 如果 那個男生 離不開他另外的其他女朋友 不可以忠於我 三個月 四個月 You know that's it 女人不可以這樣浪費你的時間 你不可以跟這些男人幾年在一起 你黃金那幾年就給了一個 不會給你的名分 男人 怎會做這麼吃虧的事情 是吧 那 我覺得子弟戀 也是一個出路 而且現在剛剛的女生都很厲害 即是 financially 或者emotionally 都真的可以 take care of 一個 比你小的男生 還有 可能現在的男生 又不是這麼成熟 我覺得子弟戀 也是一個很大的趨勢 來的 那 對 我要說關於中女的事情 就是這麼多 其實我看 被訪好 中女都非常地性的 我覺得 他們沒有 didn't make a choice 在他們黃金的時間 spend time to 找一個好的男生 那 也不要緊 我覺得 總之 女敗女戰 繼續找 遲早都會找到的